三国的时候,魏国有一个名叫任凯的人,他年轻时就显露出非凡的才华,因而深得魏明帝的器重。魏明帝把女儿旗掌公主嫁给了他,还赏赐了许多只有皇室才能用的器物,可见对他的恩宠。 到了公元265年,司马懿的孙子司马岩篡位称帝,建立了西晋王朝,始称晋五帝,他任命任凯为侍重。 在任职期间,任凯由于精明能干,深得五帝的器重,许多重要措施在实施之前都要征询他的意见。 当时,晋国的开国功臣之一,车骑将军贾冲一直在皇上面前奉承拍马,引起了任凯和其他大臣们的不满。 于是任凯趁滇将发生叛乱,向皇上奏请派贾冲去边关镇守,实际是借机把贾冲牌挤出京城洛阳。 贾冲明知是任凯作梗,却不敢违背圣命。 那天,中书间循序到西洋亭为贾冲践行,建议贾冲赶快把女儿南风许配给太子司马忠,争取留下不走。 这时,洛阳周围下起了大雪,底面积了足足有二尺来深的雪,军队无法开拔。 于是,循序就趁进宫试验的机会,请皇上让太子那家女为妃,皇帝高兴地答应了。 过了几天,武帝下赵命令贾冲仍然以原官留在洛阳,贾冲凭借女儿得以留在洛阳。 他心中对任凯充满了怨恨,但在表面上绝不显露,处处恭维任凯。 后来,他多次在武帝面前夸奖任凯有伯乐之才,建议让他担任吏部尚书。 皇上哪会想到贾冲的用心,当即点头同意。 原来,这个吏部尚书的官职虽然不是降职,但权力却大大削减,很少再有参政议政,讨论国家大事的机会。 于是,贾冲和循序就开始向皇上进禅,说任凯生活糜烂奢华,还私藏御用的东西。 皇上听后也不派人调查,倾谢了两人的话,罢免了任凯的官职。 其实,那些玉器都是当初为明帝赏赐给旗掌公主的。 任凯蒙受不白之冤,又无法当面向皇上辩白,不由十分愤慨,自暴自弃起来。 他整天饮酒作乐,每顿饭都要花去一万钱,还不满足。 他这种做法,正好给了循序和假冲诬陷的证据。 皇上终于完全失去了对任凯的信任,只让他做一名散官,不再重用。 有人问任凯的好友,中书令和桥,你看见任凯如此被人诬陷,难道就坐舍不救吗? 和桥说,任凯的处境已经像北下门一样,马上就要倒塌了,不是一根木头所能够支撑的。 后来,人们就用一目难知这个成语,来比喻个人的力量不能挽回颓败的形式。